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有David Austin的标签 我今天一共是订购了五种David Austin的玫瑰 那么我们会按照他所给的指示 指导我们来逐个的把它种下去 看来我这一天算有活干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的根系是相当的发达 你看这些个白色的了吗 毛细根已经长出来了 就证明没有问题 基本能成活啊 好 那么收到了裸根玫瑰的第一步啊 所有的裸根基本上我们都要给它泡水 因为泡水的话呢 是让它这个根呢 我觉得就让它苏醒过来 让它充分的水分的进入 基本上啊 我们要泡两个小时 就慢慢泡吧 放在里面 在收到的玫瑰根上呢 你会发现它会有这种类似果冻的凝胶一类的东西 我估计是对根起 有一定的保护湿润和提供营养的作用 因为毕竟长途从美国运过来了 那么用水泡的目的估计也是要把这些东西去掉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根充分的吸收水分 让它苏醒过来舒展开 雅典非常多啊 现在已经不是说有四五个雅典的问题了 基本上你看这块 这个地都已经长出来了 其他的雅典也都比较多 只要我们种植好了 成活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次订购了五只 三种David Austin的玫瑰 其中呢 两只是藤本的 是爬藤的 叫Jetude Jackley 应该是这种 对名字比较绕嘴啊 但是这种玫瑰呢 据说是可以吃的啊 可以用来做玫瑰饼 我们可以等待一两年之后我们尝试一下 另外我订了两株 瑞典女王和一株的 Benjamin Brayton 这是一个红色系的 三株灌木的两株藤本的 我们今年拭目以待 但是今年我估计开花就比较艰难了 因为来的时候比较晚了 尽量吧 因为看看David Austin的品质应该是不错 可能今年秋天能见到一波花 种植玫瑰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选一个很好的位置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玫瑰 我说基本上啊 不排除有些玫瑰是可以耐阴洗半阴的 大部分玫瑰 尤其是David Austin的玫瑰 都是需要四到六个小时以上的阳光的 所以你的location很重要 所以就像买房子一样 最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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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location指不仅仅指的是阳光 首先除了阳光之外 还有一个不要积水 你说我在一个地势很低洼的地方 周围的水全都汇集到这来了 那也不行 因为玫瑰也不是很洗水的植物 那会泡死的 这是两个 再有一个 如果你能有一个非常通风 很好的地方 那也很好 因为如果不通风的话 玫瑰长得很密 它会滋生很多的细菌啊 呃 霉菌呢 包括招一些小虫子来 那么现在呢 我选好这个位置 大家可能有的朋友看了笑了 说老李你这个这个坑好像带着好长时间了 对 我就是给这批玫瑰准备的 去年的时候刚好有一有一件工程吧 我修这个小院子 我就跟工人说你顺手给我挖个坑吧 为什么呢 因为呀玫瑰一般我们要挖45厘米深的坑 在多伦多这种土质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30厘米左右你就挖到胶泥了 就是很很结实很硬的 泥基本的挖不动 当时我自己在院子里挖了四五个玫瑰坑 我实在是累坏了 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说你让师傅帮我挖一下吧 就挖了两个坑 这个预留 这么预留预留预留快一年了 终于等来了啊 宽度多少呢 宽度也基本上也要45厘米 45厘米深 45厘米宽的一个坑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力气 下面也允许的话 那么你可以多挖一点 50厘米也行 因为玫瑰的根大家都知道是纵向向下生长 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呃 我们在正式的把这个植株埋到坑里面填上土之前 你最好像我这个样子 把这个根呢 这个植株先放到盆这个坑里 呃 自己测量一下 你这个坑挖的好不好 够不够大 够不够深 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 给大家指一下 就是你埋土的时候 有通有的朋友问我埋到哪 埋过这个地方 埋过把它的根完全覆盖住啊 基本上埋到这个位置 那么我呢 会用一个棍子 也是网站上教我的 搭在这个地面上 把这个植株呢 呃 搭在上面 这样的话你按照它这个标准来埋土 又能保证你这个植株刚好是种在这个坑的正中间 也刚好保证它的高矮正合适 土埋的也正合适 像这种情况 再建议大家一个 你这个坑的中间呢 因为它这个是裸根的 它的根全部向两边敞开着 如果没敞开的话 你尽量尽量给它敞开着 就像就像章鱼一样 就像一条章鱼一样 让它张开 这样的话呢 把底下的土埋成一个土包 让这个根坐在上面 这样的话便于它整个根系的这种延展和生长 好了 现在我们往里面填土 好了 在正式种之前呢 我们呢 要放一些生根粉 这个生根粉呢 你直接可以撒在上面就行 直接撒在上面就行 然后选好一个 你觉得比较好的方向 集中放好 还是一根根根子 很重要 把根系整理整理 集中放 它的根呢 给它打开一下 好了 好 基本上可以了 继续放涂 可以掺杂点流氧粪 给它冒死都可以往里刷 然后你还可以撒一些 骨粉 看看这个高度OK不OK 挺好 再矮一点 拽一拽 轻微的拽一拽 让底下的土 能够进去 好了 基本上OK了 你看有这个杆子 比基本上的高度 基本上也掌握得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土肯定松 轻轻的用脚踩一踩 不要踩太实了 跟压倒机一样 把它压死了也不行 鞋都破了 做这花园的工作 好 简单踩一踩就行了 让土之间还是留出呼吸的空间来比较好 我这个土啊 跟地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么我们呢 把它的根往上抽一抽 简单 松一松底下 OK可以了 好 因为今年种植的时间有些晚了 我呢还专门问了一下代表奥斯丁的网站 我说六月份种玫瑰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跟平时的一样 他们告诉我 你可以上边放一点帽子 给它饱水 因为六月份多伦多这边也热起来了 他建议的是用不染色帽子 但是我没找到 就像我们中国人做菜的特点就是少饧 多少量自己掌握吧 给大家一个 也就是五公分 这么多的帽子 就可以了 别太厚 好了 有的朋友问我 完事了吗 没有完事 最后一步工作 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浇水 浇定根水 好 呃 我 我 好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批视频主要的内容 如何种植裸根玫瑰 我们静待它今年的表现吧 好的,谢谢大家 再见